女巨人 感觉这个都看呆了 怎么能长这么大只 是 感觉安娜是有一点怕 真的你看她还是好没自信 这边这俩大眼说的就妙妙 是啊 你看这个就是 她比那旁边的摄像都大 她比今天很多学生都大 为什么要给她黄牌 为什么要给一张黄牌啊 俄语真是一句也听不懂啊 是不是穿了什么紧身裤是违规吗 可能是穿着有问题 感觉11公分好像没有这么大差距 是啊 这官方的数据有一些问题啊 一个1米8六一个1米75啊 嗯 我就看到她弯着腰的关系 对的 你看她看到没有 啊她这个屁股的这个维度非常大 是而且她这个你看抖动的时候她这个弹着 是啊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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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发打真的没发打完全被秒掉 而且到了地面就完全是加比加西亚的地盘了 直接在部署十字固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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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美式尖锁 感觉 又部署另外这首的美式尖锁 会不会被降服呢 哇 他如果两只手都被他拍了 他说 怎么拍 他说他拍了 他说他认输了刚才 但是为什么比赛再继续 然后感觉加比他现在有点火 你不是拍了吗 怎么还再继续 有点感觉欺负人的感觉 对 就是不是我就是说他这两个时候如果都没法拍怎么办 是 他拿什么拍啊 加比加西亚的力量 他的肌肉 不停的垂击 俄罗斯战斗民族非常的强大 我就是不认输 那感觉加比加西亚的速度有点慢 是啊 体能的消耗也非常的大 感觉这个拳下来是慢慢飘下来的 现在加比加西亚也不去降服了 就一直用锤机去砸安娜的脸 现在 什么意思 为什么上来人了 回到正中间 回到正中间 加比加西亚很生气的说了这句他拍了 刚才跟女巨人打不是说打成了不好受 嗯 加比加西亚用他的身体的体重去压制对手 防止对手 现在加比加西亚又要去部署同样一只手 刚才做过的那个 哇靠 不要把手掰下来 安娜的身体的柔韧性非常的好啊 肩关节的柔韧性非常好 刚才已经掰掉了那种角度还是不拍 现在安娜想要用脚去勾到 她要去重新部署这个 我有点不敢看了 不知道现在时间还剩下多少 刚才我都听到了台下女观众的尖叫声 加比加西亚还是在尝试着锤击 而安娜却死防着 才发为什么不终止比赛呢 不知道 这打下去一点意义都没有 是啊 还剩一分钟 看一下安娜能不能撑过这一分钟 安娜还是想尝试着要去 踢开她的 把她的脚绕过来她就可以逃 逃开 齐称位 嗯哼 还有最后 大概30秒的时间 加比加西亚会不会在部署强附近呢 选择了还是锤击 再有个十字乌的好机会 加比加西亚没有办法去KO 用力用杂拳去KO对手 时间到第一回合结束 安娜勉强地撑过了第一回合 不知道安娜的肩关节有没有受伤 感觉那两下 美式肩锁都是做到位了 对啊 但是却没有事情了 这个肩关节的柔韧性也是 怎么说 也是异常的好 不知道有没有练过那些那种杂技 看一下那个角度 已经搬到了那个角度 然后她现在在说她拍了 然后她现在在说她拍了 但是没有理她 对然后她现在还在说她已经拍了 但是安娜非常的顽强 感觉对肩关节的关节技是免疫的 是 想第二回合要开始了还是同样的五分钟 不知道这次会不会一样迅速被加比加西亚摔倒在地 然后全面的虐杀呢 第二回合开始 第二回合开始 哎 加比加西亚虽然那么壮 但是打在脸上为什么一点都没有肿啊什么的 嗯 加比加西亚也出了很多汗啊 我感觉安娜的战力好像练了也没多久了感觉 对 深疏 嗯 基本上这个只要说 呃 谁 加比加西亚只要上 她就感觉已经害怕就已经往回缩了 是啊 这场比赛的悬殊比刚才那个 就是那个 头一开始的 田村 村田 夏 南子和 娜塔利亚还有悬殊的多感觉 嗯 嗯 就是一上去就被摔到地上 然后一顿锤 现在又裁判让两位选手回到正中间 相同的位置齐称位 不知道这一次 安娜能不能成功的把腿绕到加比加下的胸前 把她给 挡出去 逃脱 出齐称位 这个不利的位置 又在 部署 啊还是没有部署 感觉 是不是因为 安娜的臀部太大 自己卡住了 包括 其实加比加西亚的臀部也挺大的 然后她要转过来就很难 现在转十字顾了 你看这个十字顾会不会成功 不要跟我说她的那个 肘关节也是异常的柔软 没办法折坏啊 不知道这个赛事方是不是知道她的关节特别软 特别给这位做关节技艺的选手找了一个关节降服不能的选手 尽力的被加比加西亚十字顾降服 嗯 来自巴西的选手加比加西亚十第二回和十字顾降服获胜 其实觉得这个来得晚了一些 是 早就可以把它搞定 对早点做十字顾应该也不会这样 比加西亚 十字顾 完全她还想挣脱一点 那完全没有办法了 是 嗯 肩膀的柔韧性还是没有 啊肩膀柔韧性很好 但是肘关节还是柔韧性不够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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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打开玩笑 非常愉快 一股一个优优独播剧场 谢谢安娜 他们尊敬 我尊敬 他给他的对手最大的尊重 我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我和我的组织 和阿拉伯,和阿拉伯,和阿拉伯 我和阿拉伯,我最后的父亲 我和阿拉伯是唯一的女生 在世界上我挑战的女生 和阿拉伯 我两个人都要给你 我讲了一位军军军 我叫你比你一位 我叫你一位 我叫你一位 第二位 是 我叫你一位 是唯一位 有機會 取得真正的 世界中的 世界中的 我叫你一位 二位 非常重要 一位是我的師匠 巴布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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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 唯一 日本 唯一 一位 我 我 從來 我 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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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外 他們 这些人们是状态的秘书 我已经有25岁的书军 我认为我挑战在另一个游戏 因为我生了一个比赛 我赶紧或赶紧 我会给我的血量 现在 我们不能让我们的比赛 我们的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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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场的比赛将会是奥特里斯 来对增加迪普希 这两位选手在去年12月 首届的Rising上 都是以失败告负 然后 奥多拉斯呢 他是来自立陶宛的选手 今年这个24岁 然后他呢 在上一次比赛输给了重量级 对那个 就是八强 十六强挑战赛的冠军 金某 然后 在这里 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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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谢谢大家